大家好, 今天是7月14日, 星期五, 應該要食戶了 現在也去到月中, 作為做旗子的, 下個星期 就開始部署做7月8月的局 即是7月如何收市, 然後8月如何開局 所以今天要看看情況 北水流入流出逐漸收窄了 之前的幾天是很多, 上個星期比較多 今個星期開始流出 今天來到這裡, 起碼看到流出的東西是少了 那你流出的錢少了, 接著就即是 你可能會向上 這個是良好願望 是這樣的 然後再看看, 那個是 看先, 還未得住 要看那個是 反派 反派入面來說, 零售是做得好的 一定要看回地產 反派入面 反派入面 然後再看看銀行 反派入面 其他就是黃金, 電訊, 交通設施等等 保險比較好一點 其他的, 由於銀行和地產 去到大牛歸都是拖慢做 整體的大市表現 是一般活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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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 股票來說怎樣呢 美團呢 騰訊又可以升的 阿里巴巴有些跌 美團呢 又有些是跌 那盈富基金呢 沒有昨天升得那麼厲害 那可以告訴你 整體大市裡面應該有人出貨 可能 那恆生中的企業呢 就是打和 那都應該有人出了貨 因為昨天是紅色的 那其他地方你看得到的了 那就是網易比較好一點 就是因為他是網 拖慢股 這個就是平台 那接著就是平台股 那接著是建行升少少 那其他那些 這個就是 汽車股 都是比較 拖慢了 沒有開到車了 其他方面呢 那還是上升了少少的 那195曾經是穿了 所以這裏也是一個阻力來的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阻力呢 就看看了 之前呢 這個高位是多少呢 這個高位是多少 這個高位是19379 19379 因此 如果今天 它是收起19379之上的 現在呢 就是起這個 19437 如果收起1939之上 1939之上的 這裏應該已經升破了這裏 這裏的 兩個小型的 所謂的底 W底 再跟著上面呢 就有攻克 就是這個位 那這個位 大四上要211度 那這樣 2180多 202度 如果升過這樣的時期之中 世界便會很不同了 這裏 我們看看這裏 縮回細缺 這裏 升過了這個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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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挑戰這個位 挑戰這個位 這個位的時期中 如何不同了呢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如果一旦升到這個位置,就這樣去這裏 再跟著又上這個位置 如果這次在7月或者8月能夠升到這裏的話 就真正是七班薪 好,我們接下來會看看有什麼想想 第一次可以想到銀河娛樂 銀河娛樂今天是建出了這個月的高位 這個月的高位,銀河娛樂 當然,建出了之後,又縮回去 當然,沒那麼快就能夠升得到 最主要的希望會升過 就是54.8元才能夠吸納 上網57元,只虧於53.8元 他的預期PE是28.4倍,不派息 因為去年給他差碼疫口 然後,大行給他的評級是2.06元 1.5元是範疇,2.5元是中間位 2.06元是中間編好幾好 因為15間大行是推薦給納他的 未來三年盈利的預期 今年是1.92元 哇,明年不得了 3.14元是差不多升了三成的 再跟著,後一年呢 就維持上升,沒有那麼大升風了 就是3.58元 每股派息,今年是預期派5.5元 是港元計價的 明年就預期派8.9元 你當作9元 那5元和9元 增加了差不多是80% 所以今年是應該要 要考慮一下 如果它是盈利是可以的 又派息是可以的 那這個應該要考慮一下 那這樣就是 它是這個 這個 52周的低位是33.5元 而高位是59.8元 好 第二隻可以考慮一下的 就是雲橋 中國雲橋 雲橋這兩天都有一些 是資金流入 雲橋也是創了這個 這個月高 這個月高 我們就看到了 雲橋創了這個月的高位 由這裡開始 是創了這個月高位 那麼 暫時來說呢 它今天最高 是見過這個 這個是 6.89元 然後接下去 那我這個是 提議社建議 是6.8.5元 然後它的價位 又再升上來 6.8元 始終 我還想 你升到6.89元 再見到6.89元 就可以吸納了 這樣就是 這個支持位等6.7元 目標位是等7.2元 7.2元 這些位置 不是很多的 暫時先 去了7.2元之後 然後再上 再看 1.3元 然後只死於6.65元 為什麼要看好它呢 第一 它已經月高 第二 那這個美元弱 因為它始終是 跟鋁方面 製造鋁 是有關係的 這個美元弱的話 對於金屬股 一般來說 都是有所支持 這樣 就它是 預期的 是PE 是 這個 這個 是 5.06倍 週息率是11.9元 不錯的 大行比的評級是2.38元 2.5元是中間位 剛才說過 有6間大行是推薦 未來三年的盈利預期 是以人民幣計價 一個二號四 一個四號半 一個四號三 派息是預期會有0.75 0.75 0.74 歷史波幅是36.4 啤打是1.16 即是它的波動 是大於市場 如果大市升1元 它會升1.16 那就 522州低位是4.98 522州高位是9.45 有興趣的 可以考慮 上企班6.89上面吸納 只市於6.65 而目標價是7.2 其次 下一隻去看的就是渣打集團 渣打集團 之前有資金吸納它 後來今天有少少資金流出 渣打集團 為何會看它會好呢 你別說 它已經建出了這個月的高位 跟匯豐一樣 匯豐就建出了一年的高位 之後呢 渣打方面 它建出了這個月的高位 你看到它也是這裡 渣打呢 不聲不聲 它的經營 似乎在這一兩年之內 是轉變得挺好的 特別他們那個是盤博 即是炒博 炒東西 技藝呢 似乎是挺高超的 因為盈利呢 在這一點來賺得到的 一個 很好的現象也好 一個很不好的現象也好 現在銀行呢 都是主要要靠 全本的東西真的沒有什麼好用的 泰本也沒有什麼好的 外懷像等等 真的要靠一下炒東西 銀行開始變成了一個炒房的東西 花旗也是靠炒 而利用它 摩根和高佬盛 更加不用說了 是不是 再有匯豐呢 之前也是靠炒房 是去到很高的 後來換了一些銀行之後 又搞零售銀行 又搞人售保險 是 並過台炸彈 即使增長不太好 當然 對它穩陣的來說 這個是好事 如果你想 麻煩你升多一點 那你不炒就怎樣 炒東西是要炒技的 是整體人的 看大市 看微觀 有很多東西 這個你如果做得不好的話 真的就會虧很多 做得好的話 就賺很多 做得不好的話 好像雷曼一樣爆賣 那它這個月呢 是見出越高的 因此你也覺得可以貌好 那上企要多少呢 我覺得是上企70元 那曾經它是由這個 這個是 這個是 見過70元的 就下來 它是69.8元 我寫的時候 它是69.8元 那現在它升上1毛錢 給多一點 升上70元 先 這個是 它的PE 預期是7.19元 息率呢 是有2.02 大行給的評級是2.5 就是剛剛中間 有三間大行推薦它 的 未來那三年的盈利預期 以美元計價 是1.24 1.565 和1.73 會股派息 預期是0.2 0.24 和0.27 歷史波幅是27.43% 即時它是很慢跑的 大行動1元 它是動6.7元 52周的低位45元 高位是47.9元 好 看看 這個是買賣守則 到了價格的 可以看看 會不會再移高價格 如果到了指示價格 一定要立刻顧出 我們接下來 我們就看看 過往推介的表現 如何 第一 有個2.4.1 2.4.1 就 建議 就是5.22級 立 在4.8元 沽出 在這個 這個 是 上網 6.2 兩邊都未到 先拿著 算吧 另外 有個 金碟角 就是268 建議 在11.6元 而買入 只蝕於11.1 上網12.4 還未到位 拿著 算吧 接著 有百度 百度 建議 在147.9買入 只蝕於158元 只蝕於144元 兩邊都未到 又拿著 不改 接著 還有船油科技 船油科技 就是 起3.4元 買入 估計 起碼起3.6元 估出 到腳了 走 再跟著 有個是 1347 華紅半導體 華紅半導體 就是 建議起27.4買入 上網30元 又未到波 只蝕於26元 現在 將它 怎樣 由於它已經27.9 將止蝕位 移到27.4 看看遲些 可不可以 接著 有隻 是奧休 建議起3.6元 一買入 上網4元 只蝕於 這個 味道 這裏 差跌跌 好像只蝕了幾個鮮 就算了 拿著它 起這個 只蝕於3.4元 又是 兩個都未到 到位 有它 接著 有隻阿里巴巴 9988 有隻阿里巴巴 9988 有隻阿里巴巴 看看 如何 可以不可以 9988 好 建議 那時 就在89.1 買的 建議 就去到 這個 後來提升了 指示價 到89.1 目標價位 就是92.7 去take profit 曾經見過 去早見到95 照樣子 照樣子 又take profit 沒得好說 出了 接著 就有隻四號仔 四號仔 就是 九倉 九倉 建議 就是 起這個 19.3 買入 就 起18.6 是 最低 去到 18.62 現在 看到 18.7 出 蝕出 接著 就有 中海油 883 883 建議 起 11.92 買入 上面網 就12.3 現在到位 出 接著 有 美高梅 美高梅 那裏 就2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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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之中 上面網 就是10.06 買入 今天曾經去過 10元 沒見過最高 就是10.03 4 今天 10.06 因為之前已經提升了指示價 雖然10.05 尾度 都覺得 要先出 再 其次 有一隻是中通 拜 2057 2057 中通 拜 提 建議 在207 元 買入 上面 217 元 只蝕於 206 元 現在還未到價 不過 只蝕價位 上移到 207.8 即是 跟買入價 一致 到時便是平手走印 可以 跟著2318 2318 時期之中 中國平安 建議請50.08 錢買入 去看52元 到位 出 再跟著有 9618 9618 是 京東 集團 建議 在143.8 買入 149 是 套利 出 出 全部 齊 齊 投資是有風險 讀入思考